在鞍马上旋转自如 体操好手李志凯的招牌汤马式回旋 动作十分流畅 力求世大运三连霸外 其他动作也得加紧练习 因为李志凯还得备战 亚运跟世锦赛全能项目 目标是可以设定在 拿牌这件事情 我觉得执行上现在比较多是在 如何把自己的状态给保持下去 从现在开始或是从现在到未来都一样 一步一步去把自己的状态给保持好 以当人夫乃爸的李志凯 有了家庭后目标没因此改变 孩子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充电的一个力量 当他可以很安稳很快乐 看他的笑容的时候 我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因为唐教王选手因为在一月份受伤 就在我们团体上面就有一点 受到一点挫折 但我们在今年的亚运会选出了三个是非常年轻的 所以我们大致上还是采用这样全能的方式 来迎战所谓的团体赛 曾经拿下亚锦赛首面金牌的体操精灵丁华田 将首度出赛亚运 除了拿手项目外 新动作也要更熟练 亚运会全力去比 然后市井赛就是以能够把动作完整 然后做出来为主 所以说 变成说动作的掌握就更重要 世大运 亚运市井赛 赛事衔接紧凑 体操好手力球每场赛事都能有最好成绩 赛事衔接紧凑 高雄 我会更用力呼吸 飞到你一个灿烂天空 那个现场拍摄我们自己就有三台摄影机 然后还有现场的各种 就是几乎有七八个肩胃 然后我们在剪接的时候 后来剪一剪 我们只用一个镜头 因为我觉得那个一镜到底的 其实就像我们的人生 因为你没办法剪接的 他没办法换角度 林育贤 搬滚吧男人的导演 十五年前就认识小小李志凯 从他体操博手转任教练的哥哥 林育信开始 一 二 三 这次这个腰了 你看 好好成这样 后来 后来 前来 你怎么拍啊 你又叫他铁蓝啊 大牛鬼啊 很难过的一个人生有十五年 有一个翻滚的事情 跟着你十五年这件事情 那我试着回想 为什么拍男孩 现在讲起来真的满丢人 当时是因为失业 没有电影可以拍 所以我回老家 然后结果遇到我哥哥也失业了 因为他亚运受伤 退役了 所以其实男孩的开始是两个受挫的兄弟相遇了 然后开始拍男孩 然后他一开始告诉我说 他们 他要带他们练体操 然后希望十五年后去参加奥运 老实说当时我是嘲笑他的 我内心是呵呵呵三个字 我觉得自己不可能的事情 但其实不也是在嘲笑我吗 因为那时我说我要拍电影 这是骗人的 我根本不知道哪一天 可以做到这个事情 乐趣在哪里 没有啊 你跟他吵着要说了不行 自己要去冲动 然后就觉得很可以 那你怎么当拳手啊 要让他知道 懂得自己 没关系 失败没关系 来 我们就要再磨练在干嘛 把他做到会 不然你的影响都这样而已 算了 没关系 你出来去找我一人 从我的角度看 我倒觉得他们相复 他们像一个 一种百年老天嘛 就是他 这个老板他有七个儿子 可是其他的小孩都不想学 只有一个乖乖牌的小孩留下来 然后跟他在那边学手艺 我想任何人都不喜欢输的感觉 然后李志凯是一路输到底 到奥运还是输 虽然我们都说 大家要有面对失败的勇气 但我想不会有人想看一部电影 是输到低 所以当时我们就说 那我们再赌一把 赌世大运 赌得看 但是这个很现实的 那如果世大运还是输了 真实人生比起电影 所有的伤 所有的痛 所有的欢笑跟泪水 通通更强烈 从男孩变成男人的翻轨过程 又何尝不是映照每一个我们的 翻轨人生 不只是李志凯想赢 我们也想赢 我想全台湾的人观众都想赢一次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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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